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快速的创建 微信公众号的关注链接 这个关注链接呢就是说我们 方便大家 就是关注 比如你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要分享链接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链接发给链接 大家只要点一下这个链接就可以快速的 到关注页面了省得去输入那些操作麻烦 好我们直接来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登录到微信公众号后台啊 没有百度吧 微信公众号 啊不是这个 我们先登录一下 我用我的一个号 我 我小 小grub那个号进行一个演示 我的另外一个备用号 好稍等我登录一下 好这边就登录了 登录了之后的话我们只需要 很简单的点击一个右键 我们查开一下 网页原代码 在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的话我们只要进行一个搜索 Ctrl加F 我们搜索一下 搜索一个 Base吧 Base64 啊 啊搜索到了 其实完整的是这个 UIN开头的 我们可以搜完整的 搜索这一个 啊搜索完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后面有一串 这个 也应该是Base64加密的一个 一个东西啊 我们把这堂东西 复制保留下来 现在的话我们需要用的一个网址 啊 进行一个拼接 啊 我们就新建一个吧 网址的话在这里 啊在这个网址 然后的话这里我等一下会贴到我的评论区 大家是直接把这个串 换成你刚刚复制的那个 叫什么啊 啊 那个Base64那一串就行了 我现在的话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东西啊 现在关掉 我们直接在我的这个公众号里面这边我发一个我前面已经测试过了 啊这边 假如这是模拟吗 对我们做成超链接或者是直接把这个链接发给 啊需要关注我们的 一个好友吧啊或者朋友管啊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啊都会跳转到这里啊跳转到我们这个 关注的这个那我现在就是 把先取消关注啊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 直接就可以 点击关注了 啊现在 啊就可以了 啊这就是一个 微信公众号 啊一键 关注的订阅制作过程 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